我們請吳院長 吳院長早安 早 吳院長就是上一次我們質詢完 我想我們的質詢應該是連國際巨星都相當關注的 我想今天數位行銷的部分 就是本席還是相當的關注 那可是在這邊還是要先就是讚賞一下故宮博物院的這個臉書的小編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10中前10中後我們利用清明上河圖 很成功的讓大家對於這個防疫的社交距離有了更好的認識 那我相信這個部分也是我們在數位行銷上 我們在臉書的小編上做的不錯的一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這個轉發率也有達到了1.1萬讚之外 轉發率也達到了3000多次 但是我們今天可能要談一下的是 因為我們今天在審查故宮的四案的這個預算的解凍案 那其中這個新故宮的計畫包括南院跟北院 我們今天的凍結是5000萬 所以我想說今天可能就故宮南院的發展問題跟院長做一個討論 那首先當然我們4月14號看到故宮小編發揮的這個創意之後呢 4月30號故宮南院其實也在臉書上面告訴大家說 我們希望能夠在防疫期間保持所謂的社交距離 但是呢本期有接到一些包含說是故宮博物院的同仁 基層的工作人員還有一些民眾的陳情是說 他們看到其實故宮博物院南院其實在5月3號 3月27號5月2號呢其實在臉書上面都在跟大家呼籲說 可以來就是我們的故宮南院的這個園區 進行包含像野餐玩沙還有溜滑梯等等的活動 那左邊您看到的這個照片是您的同仁有在現場拍到的一些照片 那可以看到其實人潮相當的密集喔 那所以在這部分呢可能在這裡就是提醒一下說 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防疫期間喔 我們這些社交距離上的維持 那即便說是在戶外 但是您可以看到其實他們有些人的這個社交距離還是非常的靠近 所以在這部分可能還是請院長幫我們帶回去多多注意一下 我們會注意 那再來就是我們蔡總統呢其實在去年有提到說要投入 37億來發展我們的文物修復保存的產業 那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目前是20公頃 作為我們的這個國保管區 那另外50公頃的園區是採BOT的模式來引進民間資金的經營 那這部分想要跟院長請教一下喔 就是說目前我們看到在解凍報告的說明裡面呢 是開了20場的這個需求訪談 那預計是6月底前會完成我們的規劃設計方案 那不知道院長這邊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說呢 目前這20場的需求訪班有沒有什麼大概的一個方向跟結論 那目前我們故宮對於國保文物修復的保存已經預先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那以及說我們未來如果文物是要移到南院來進行修復的話 那我們是要一次有多少件的文物啊怎麼樣移過來怎麼修復 可以請院長簡單來說明一下嗎 跟委員報告其實我們現在台灣的文物修復 靠的是幾個有文物修復細手的學校來培養 但是每一個細手培養的學生又不是很多 那但是他們有一個普遍的這個弱點就是 第一他們不見得有那麼好的機器 不見得有設備 所以我們希望南院的這些機器跟設備 可以引進這一些細手修復細手的人 來我們這一邊用我們的機器跟我們的設備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在目前來看這個我們故宮的文物 並沒有是破損到必須嚴重的修復 基本上我們的修復 因為我們平常就很注重他的保存環境 用現在的說法說我們都這個超前的去考慮他的環境了 所以基本上是要出來展的時候 從庫房要拿出來展的時候必須整理 這個變成我們最重要的工作 那所以我們目前這樣的人力跟這樣的展覽 這個叫做出庫展覽是還大概可以 但是我們總認為這個我們還有一些 本來用師徒制的去培養的這個 因為我們自己的技術 這個部分還是必須要看起來 所以我們也希望在我們故宮導入這樣的雙軌的 一方面是學校的這一種科班科技 從系所來培養這些 一個就是我們傳統的這個師徒制 因為這樣的話才有辦法把我們自己本身的這個材質 跟我們這些文物的特性給充分地考慮到 那這樣的這個時程還蠻長的 是 要培養出一個師父來 至少要有十年的時間 對 上一次我們招委 就是很感謝高金招委有幫我們安排 就是考察的這個行程 那其實在考察行程 我們也看到故宮其實在修復上面 文物的修復保存上 就是有很多值得讓我們民眾能夠了解 能夠學習的部分 那我當然也還是要就是跟院長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了解到說 其實修復師可能需要十年以上的培養期 那你剛剛院長很謝謝您很詳細的說明說 我們目前怎麼樣能夠來提供 就是我們的國寶的文物保存 更多的修復師的這樣的人力資源 但是我們想說其實跟院長討論一下就是 其實我們看到北京他的這個修復醫生的這個人數 其實有161人 那他的文物是186萬件 那台北故宮目前是70萬件 但是我們只有16名的修復人力 那這部分不知道說 而且他其中裡面還有一些是所謂的約聘人力啦 那我想院長不知道說這個人力差距的懸殊 可以怎麼樣能夠來解釋一下 跟委員報告就像剛才所說的 因為我們的這個環境 保存環境相對的好 所以我們需要大修的文物 很多幾乎可以說是沒有 那所以這種我們修復的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也就 修復的程度比較輕微 不一樣的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 其實像台灣高雄有一個正修大學 正修大學他的修復的這個business 就接到香港跟大陸去啦 就是因為大陸的古文物 不只是這個故宮或是政府部門 其實民間的古文物相當的多 所以他們那邊會變成一個business 但是其實台灣很難有一個過大的規模 但是至少在博物館裡面 像故宮這樣可以維持一個 有一點規模的修復人力是需要的 所以未來故宮南院的這樣子一個 國寶修復的管區或者是 就是人力資源 是有可能考慮可以開放去承接其他 地區其他國家的文物修復的工作 您的意思是有可能會這樣子做嗎 這樣的話他就要變成一個像羅浮工 羅浮美術館這樣 他有一個很龐大的修復的單位 然後甚至他就是接各種各樣的case 但是我們現在是不是有這樣的人力 專業的人力其實 我是希望說因為其實現在50公頃 這個園區還在規劃跟蓋興建 其實在興建的過程當中就可以規劃 他未來想要的走的 那包含說我們自己內部的文物保存 還有可能未來可以對全 全球其他國家的這個修復的服務 那最後可能就是時間關係跟您請教一下 就是大英文護博物館 我們其實這個X光這些其實教學 都是相當吸引全球民眾的眼睛 所以希望說吳院長您的臉書上面呢 其實也可以再增加一些這種 我們在文物保存修復上非常好的這個我們的技術 跟民眾也做更多的這個教育的宣導 我們會把我們的修復跟我們的這些物理檢測 這些放到這個我們的官網上 讓大家知道這個 因為臉書上面是梗圖蠻多的 然後目前戶外 南院的戶外介紹也蠻多 但是可能比較缺乏的是類似像這樣 比較具有深度教學意義的 謝謝院長 謝謝 謝謝主席 非常謝謝官網委員的質詢 謝謝吳院部長的回應